虽然有点已经退出江湖的感觉,但是马云的每一个动作似乎都会引起轩然大波。 比如说,就在最近有媒体披露说,马云在杭州成立了一家新的餐饮公司,注册资金不大也就一千万元。 但是这则小小的新闻却使得广大预制菜概念的上市公司股票连番大涨。 为什么?很多人都猜测说,以马云的志向,他成立一个餐饮公司,绝对不是说想开个小餐馆而已。 大家都揣测说马云是不是要杀入预制菜赛道了呢? 所以一众概念股跟着大涨。 哪怕前两天有马云的前助理发朋友圈说,马云投资餐饮公司并不是为了搞预制菜,可能是要搞什么水产养殖之类的高端生产。 但问题是,还是有很多人坚信马云不出手则已,一出手绝对会不凡的。 大家坚信马云会杀入到预制菜这个赛道来。 为什么?因为确实预制菜可能有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 而作为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讲,说实话,我们也希望有马云这样的人物能进入到这个赛道中来。 因为一方面这个赛道现在龙蛇沉浮,有好的也有坏的。 另一方面,预制菜对于提升广大老百姓福祉者来讲,其实是个好事。 多年以前,马云改变了中国人的购物习惯,马云甚至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金融。 就像他说的那样,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 而这两年,似乎销声匿迹的马云再度出手,他有没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呢? 这两年来,预制菜确实是大行其道的,有很多人一提起预制菜,就感觉到非常的不屑。 当然,我们非常清楚,中国饮食是不大精深的,我们是全球最发达的美食大国。 相比于预制菜来讲,那当然现炒现做的菜更好吃,可这并不代表着预制菜就没有发展空间。 尤其是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来讲,我国的预制菜渗透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确实预制菜未来是有大发展可能的。 当然,提起预制菜来,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不满,我觉得这些不满大概存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呢,就是有一些黑心的预制菜厂家。 比如说,我在网上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揭秘小视频啊,有些人就是餐饮行业的,人家确实了解的非常透彻。 很多你到小餐馆点的那个相对比较便宜的菜,你外卖点的那个十几二十块钱一份的盖饭,你以为都是好材料来的吗? 不是的,他们是拿了各种各样发心发臭的原料,然后加上乱七八糟的调料添加剂,最后给你做出来的预制菜,甚至保质期都长达几年。 这样的预制菜吃了,肯定是有损大家健康的。 所以我们也经常建议大家,一方面点外卖的时候要慎重,没有实体店的外卖,价格特别便宜的外卖要慎点。 另一方面呢,去一些你不常去的馆子,你也要注意辨别它那个菜有没有问题。 这些菜,它虽然也是预制菜,但我觉得这绝对是应当被淘汰的预制菜。 任何一个领域它都有害群之马,我们不能说因为有了害群之马,就把整个马队都杀掉嘛。 另一方面呢,还有很多人对某些预制菜不感兴趣,这是因为大家觉得我花的是堂食的钱,我花的是现炒的钱,你给我搞一份预制菜来,我不满意。 比如说我们到一些全国连锁的终端价位的餐馆,这种餐馆在全国各地的大商场中都有很多啊,你可能要花几十块钱点一份半分半素的菜, 你感觉这个菜它一定是明火亮灶炒出来的,结果人家就是中央厨房配送过来的,口味虽然没有变化,但是肯定少了一些锅器。 对于老涛们来讲,大家当然是不能够接受的。 所以很多人现在明白了,说我如果吃饭的话,尽量别去那种在商场里开的全国连锁的馆子。 为什么呢?一方面,商场对用火啊,有要求,它不可能给你搞那种大噪。 咱们知道啊,为什么很多饭馆里的菜好吃啊? 它是用的大噪,它火力猛啊,那个火力,家里的厨房是够不上的。 另一方面呢,很多全国性连锁的餐饮品牌,它要保证这个口味的整齐化一啊。 你不能说你在这个地方吃的鱼香肉丝和在那个地方吃的鱼香肉丝是俩味。 可是我们也知道传统中餐很难做到标准,千人千味那是肯定的。 所以有的企业倒未必是出于成本考虑,而是出于对口味要求的标准。 它必须得搞预制菜,你比如说,麦当劳肯定器它也是预制菜啊。 你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麦当劳点一个汉堡,它都得是一个味啊。 它不能说不同的厨师做出了不同的味,那样的话,又有别的消费者不满了。 所以有些老头有这样的经验,你去那种全国连锁的中餐馆,基本都是预制菜。 你要就是想体味一下锅器的话,那你就得去街边小店了。 那么这种预制菜,它可不可以大行其道呢? 我觉得倒是可以的。 为什么?因为它虽然减少了锅气,但是整体上它的口味是可以保证的。 几十年前,当麦当劳肯定器刚刚进入到中国市场之时啊,就有很多中国人说,那个美国英国妥妥的是美食荒漠,他们那个地方搞的店还能搞全球连锁。 很多人都说,他们发誓要打败这些羊快餐,羊品牌。 但问题是我们遭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中餐的标准化很难。 你一个全国连锁的企业,同一盘菜在不同地方的口味都不一样,你怎么搞连锁啊? 所以正是由于有了预制菜,才使得很多中餐连锁品牌在近几年飞速发展起来。 没有标准,你就没法发扬广大。 但是当然反过来讲,你会牺牲掉一定的口味。 我觉得呀,未来餐饮应当是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会做大做强,大量的类似于麦当劳肯德基这种全国性的连锁中餐。 这些中餐它只能使用预制菜,但是呢,由于是大品牌,所以安全没问题,口味很标准。 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讲,你要能接受这种预制菜,那你就可以嘛。 这样的话,起码你进去点餐之前,你知道你能获得一份什么样的体验。 你不至于因为换了一家店,你连这个菜好吃还不好吃,你都把握不了。 当然,我们以往就建议啊,中餐是应当搞差异化竞争的。 全国性的连锁品牌搞预制菜,你应当大大方方的告诉老百姓,你用的就是预制菜。 但是你材料是安全的没问题,你口味也是很标准的。 而另外一些企业呢,完全可以打差异化竞争。 我就是不搞预制菜,我就是搞一个厨师一个味儿。 但是呢,我就是靠厨师和门店的能力吸引客户。 那么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讲,你可以选择预制菜的连锁,你也可以选择非标准化的中餐。 这两种店应当都能活下去。 其实,预制菜要影响的远不止餐馆。 预制菜未来有可能要真正改变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为什么?像我们以往节目说的那样,中国人在吃饭这个问题上,确实花费太长时间了。 典型的中国家庭是个什么状态呢? 每天下班,到菜市场买菜,回家洗菜,摘菜,做饭。 做好了饭,围坐在一起吃。 很多人都说,做饭压点,吃饭五分钟。 吃完之后也没完啊,你还要洗碗啊? 洗碗,收拾卫生,又得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所以,很多中国家庭以往在晚餐上花费的时间至少要两个小时以上。 倒退二十年,当我们的生活节奏很慢的时候啊, 很多家庭能付出这个时间。 可是今天,城市化的节奏有多快啊? 城市像摊大饼一样越建越大, 很多地方的单程通勤时间都超过一个小时。 而且,还有很多企业要加班,员工要996。 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有那么长的时间每天自己做晚饭吗? 所以,现在有的人连晚餐都要去买外卖,没办法。 我节省俩点,那是我自己的时间,我可以任意的游玩。 这个时间如果用来做饭,太浪费了。 但是当然,外卖行业也有它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向西方国家学习。 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在晚饭上的时间花费是很少的。 为什么? 他们有大量的预制菜,他们有大量的罐头。 美国人想吃披萨了,不用自己做,冷冻披萨,扔烤箱。 美国人想吃牛角面包了,也不用自己发面。 也有那种做好的面包拌成品,放到烤箱,烤个十几分钟就可以了。 所以,美国人真正花费在晚餐上的时间是极短的。 当然有人说,你连晚饭都不做,你这个生活有什么乐趣呢? 对于喜欢有晚饭乐趣的人,当然可以继续这么做,只不过你要花很多的时间。 但是由于城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尤其是我们家庭人数也在不断的减少。 以往是典型的五六口之家,祖孙三代,后来变成了核心小家庭,父母子女三个人。 再后来我们有大量的丁克家族,还有大量没结婚的年轻人,一人化两人化家庭非常多。 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讲,你说你做几个菜? 做仨菜吧,吃不完浪费,做一个菜吧,太单调。 所以,晚餐确实是一个很麻烦,很头疼的问题。 而未来,有没有可能我们中国人的晚餐被大量的预制菜改变呢? 这个当然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科技够发达嘛。 你从超市中买来大量的预制菜,放到冰箱之中,晚上想吃鱼香肉丝就鱼香肉丝,想吃公报鸡丁就公报鸡丁。 任何时候拿出来到微波炉或者到烤箱中加热一下,马上可口的饭菜,迅速的就做好了。 这给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而且呢,相对而言,很多预制菜厂家也说,这会比外卖更干净。 我们刚才就说,预制菜今天的问题就在于,龙蛇沉浮,竞争激烈,市场主体太多,这导致有很多黑心商家存在期间。 可是大浪逃杀之后,经过惨烈的市场竞争之后,一定会留下几家巨头企业的。 我觉得马云在这个时候杀入到餐饮赛道,是不是他也有这样的考量呢? 我们对预制菜其实最反感就是两点嘛,第一是安全问题,第二是口味问题。 安全问题怎么能解决,我觉得就得有大厂家。 为什么?大玩家投入大,动辄几十个亿,上百个亿人民币,他受的监督也多。 所以他不会像小商家那样对成本考虑特别高,他不会把一些发霉变质的食材引入进来,他一定要考虑到食品安全,这样他才能永续经营。 尤其是当他做大之后,他规模够大,他就能以最低的价格采购到原材料。 他的规模优势上去之后,他不需要搞歪心思,他也能赚到足够的钱。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到超市购物的时候,尤其是买商品的时候,你一定是更敢买那些大品牌的商品。 原因很简单,一方面你够信任,另一方面说实话如果出事了,你去告他,他会添价赔偿你的。 而小商家根本他就没有钱,出事了,他直接破产倒闭,受损失的是消费者。 而另一方面呢,在口味问题上,今天很多预制菜厂家的研发团队能力是极强的。 毕竟人家一款菜要卖满全国的,所以很多口味是可以解决的。 还是那句话,预制菜跟现炒的肯定有差别,但是大量的预制菜厂家经过长时间的研发之后,一定会努力的缩小这种差别。 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你就是接受不了这样的差别,你就去餐馆好了吗?或者你自己做好了吗? 但是当然,预制菜给你带来的是时间上面大量的节省,甚至价格它也便宜。 所以我觉得广大消费者可以自由的选择嘛。 今天你有足够的时间,有什么纪念日要庆祝,那你就自己做饭,或者到餐馆去。 明天你工作特别忙,回家里了,就想看会儿电视剧,然后睡觉,那么你就五分钟用预制菜搞定晚饭就好嘛。 口味上也没有损失太多嘛。 尤其是此前的新闻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食堂,很多地方中小学的食堂也要慢慢引入预制菜了。 这遭到了很多家长的反对,我们感觉啊,给小孩子吃预制菜,这健康吗? 可问题是我们也知道啊,各地的食堂以前就没出过事吗? 它难道就一定能保证食品的安全吗? 有食堂吃出老鼠头这个新闻,大家没看到过吗? 毕竟啊,相比于城厨而规模庞大的预制菜厂家来讲,任何一个地方的食堂,它都是小咖。 很多食堂的经营者,它也要考虑到成本,也要考虑到赚钱,也没有人监督它。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倒是觉得,预制菜可能还更健康。 但问题在于啊,我们应当严把入口观,要去选择那些真正的大品牌预制菜,而不能说被一些黑心作坊把这个事儿包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真是希望不光马云,还有其他的一些巨头也杀入到预制菜赛道中来, 他们会天亮投资,他们会培育出很多规模非常庞大的食品巨头。 这些巨头生产的预制菜,至少在安全层面上我们是放心的, 然后我们的食堂引入这种预制菜,同时给大家知情权,告诉大家我这个就是预制菜, 你有选择的自由,这样预制菜才真正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 所以啊,我倒真是希望,马云这次成立参与公司是奔着预制菜去的。 赵旅拍案,本回书着落在此,预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